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網路專家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啟聖 我是Olivia 歡迎收看我們落點分析交戰手冊 那麼我們過去介紹了一些相關的學群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 是我相信是大家都非常的嚮往 是我們的什麼呢 建築設計學群 建築設計學群到底它涉及到哪些的學類 還有未來這個出入發展如何 都要在今天我們落點分析交戰手冊的直播當中 要跟網路專家的好朋友包括考生 還有關心考生出入的學生家長們 要來一一的來做介紹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這個就是建築系 建築學群裡面的龍頭 而且是成大 對 成大 成大建築系的教授簡勝芬 簡教授 歡迎簡教授 還有我們扮演學長節角色的我們成大建築系 一年級的同學 李彥珊 李彥珊同學 歡迎你們到這個節目中來 成大建築 我覺得成大建築除了在台灣建築系裡頭 歷史最悠久如果撇開技職不談的話 那麼在大學裡頭 那我們成大好像一入校 那是在後門嗎 那有一個建築物 好像是台大電的董事長捐贈的 那個是不是我們建築系 綠建築 是 觀察 裡頭不用冷氣 我們暱稱叫做綠色魔法學校 綠色魔法學校 有一個鄉小的暱稱就對了 先介紹這個景觀好不好 因為每次進到成大都可以看到那個建築物 就覺得很特別 然後屋頂有綠色植栽 對不對 這個的設計 是不是我們從這裡 潛顯易懂的讓我們先入手好嗎 好的兩位主持人好 那綠色魔法學校呢 是我們系上的林憲德老師 他是台灣的綠建築的權威 那他在台灣協助我們國家建立綠建築標章 之後 綠建築綠建築 原則上就是能夠節能 對 是 也希望要減碳 又能夠減碳 所以說他到了夏天的時候 他自然烹風不用開冷氣 涼爽 理想上是這樣 但台南的天賜稍微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裡頭還是有裝冷氣 裡頭還是有冷氣 我以為說是透過對流 但是他有非常重要的設計方式 可以讓空氣對流 所以冷氣開放的時間啊 或者是 強度就不需要這麼的強 就不需要那麼久 所以他屋頂做直批 也是為了要避免濕塞熱啊 是的 這個等於是整個建築的 算是最佳的理想集 單綱 那因為剛剛齊森哥有提到說 他們是這個建築跟設計學群 他是整個學群 那當然重點就是在自然社會的環境 都市的規劃等等 室內設計到商業設計 其實就是人文加上這個工程技術 你們也很廣泛 商業設計也是擺在我們這個建築學群裡面 所以假設你今天是這個學群的學生 你未來可能你可以投入的學科 比如說你可以投入媒體設計 建築都市計畫空間設計 工業設計工藝商業設計 服裝設計也涵蓋 甚至藝術設計等等 所以他們學的東西可能就有色彩學啊 空間學啊設計概念等等的 那簡單來講整個學群就是以人為本 去考量說人需要什麼 去改善環境啊 提升生活品質 或者是提升這個文化品味等等 這是他們最終的目的 那當然是透過一些 比如說工藝啊 或者是設計的一些專業技術來搭配 這個以人為本的概念去創作出可能 實際的技術啊 或者是到傳統手工結合科技 像剛剛教授有提到說 假設那個綠色模仿學校 他其實也是把人放進來 然後加上他們這個專業的這個科技來應用 去打造的 是 那剪輯之後也幫我們做一些介紹好不好 設計學群 我們這個建築與設計學群 好的 建築與設計學群 我想它其實的重點應該是在設計這件事 設計這個詞其實是可能是比較晚近才有的 建築這個詞是比較早發生這樣子 所以可能從文藝復興時期就有像建築師這樣子的角色 只是當時沒有這個名詞 那這樣子的對於設計的處理呢 其實重點就是在幫人解決問題 特別是我們人生活上的問題 所以原先本來我們談建築的時候 大家比較容易想到的是建築物 對 東西 建築體本身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實際上建築在學的重要的點是 這些物是因為人才存在的 所以建築與設計學群的重點其實是設計這件事 那當然建築會被特別框出來是因為 傳統我們把建築歸在工程類 對 那所以在這個學群我覺得很重要的 當然可以把它獨立出來 是讓大家也可以比較清楚的重新看建築的這件事 那既然是以設計為主 那設計的真正的核心是人 就是我們要幫人解決問題這樣子 那所以剛才有提到說 在這樣子的出發點之下 我們會從環境面 會從個人的應用生活面 甚至從文化面來談設計 就是一個多元的因素 建老師這麼一講 我相信就讓網路上的好朋友就更清楚的知道 如果我們年輕的學子高三生 因為這次的學測 2月24號公佈成績以後 我們要開始去尋找符合自己 智趣的學群 還有當然要符合分數啦 然後來去做做發展 對 剛剛這個簡教授這麼一跟我們分享以後 我們發覺說 原來建築設計學群 其實它範圍非常的廣泛 跟人又息息相關 然後而且是在解決人的問題 所以有這個方面興趣的好朋友們 可以我們持續的關注我們的直播 然後有問題也可以在我們 到時候底下留言 我會請這個簡教授 跟大家實際的來去做一些回覆 針對網友的留言 因為今天除了這個學群之外 我們特別要來介紹 就是大家建築的學系啦 那簡單來講就是 它是小置空間設計室內空間 到整個環境的都市建制 跟規劃都是跟建築學的有關係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加入這樣的學系 你可能會有一些學以之用的機會 對 包括說你到時候可能是任公職 或是大家熟知的這個建築師 室內設計師 其實都跟這個建築學系有關係 那講到這個建築學系 就要提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陳大建築啦 因為真的太有名了 他們在1944年的時候 日治時代就創立 至今已經75年啦 是整個一般大學學制裡面 歷史最悠久的 那我們是不是也請那個 簡教授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我剛剛才得知 原來建築學系有分 四年制跟五年制 這個是在陳大特有的 他是 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安排 然後很特別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跟那個彥山同時進學校 可能我四年我畢業了 我的同班同學還在那邊練一年 其中間的差別 然後到底是這種多設計了一年的 這樣的一個安排 對同學比較有幫助 還是另外有什麼樣的策略思考 好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安排 都要請簡教授來跟我們分享好不好 好 那建築系的教學其實從過去以來一直就有四年制跟五年制的差別 在陳大是嗎 沒有 在國內 國內 所以可能是 教授的意思應該是說 比如說陳大一直都是 你看我們真的是外行了 對啊 這不曉得 建築系在中華民國台灣 長期以來就有四年制與五年制 就如同像東武的法律要念五年 這我所瞭解 其他很多法律系念四年 原來在建築這是一個長此以往的現況 對算是一個常態 那這怎麼發展出來的這個四年五年 陳大本來是四年制的 那因為陳大是從日治時期就開始成立 那他也一直本來歸屬在工學院裡面 但是我們第一個一般大學的建築系 第一個一般大學建築系就在所有一般大學當中 陳大最早有建築系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因為他比較循著早期是日本系統的訓練 那日本系統的學制是以四年制為主 沒有錯 那後來第二個成立的建築系在一般大學裡面 是東海大學的建築系 那東海大學的建築系呢 當時是參考了美國建築系的系統 那美國的體制裡面呢 就有分四年制跟五年制 五年制是一個訓練建築師專業的基本訓練 那四年制比較像是通財訓練 所以就開始出現了四年制與五年制不同的地方了 所以東海就成立了五年制的建築系 但是在成大這邊是可以學生來選擇的喔 他不是只能四或五 是學生在大一大二之後 大三的時候他必須要選擇 他要選的是四年制 他就是畢業學生必須要滿足137個學分 有一些必修課目跟選修課目 然後如果是像剛剛教授提到的 你假設選的是五年比較專精的去 學習更多這個專業技術的話 他就必須要修到156個學分 那裡面包含就是可能 你想得到的歷史或者是微積分力學材料結構 這些都算還有一些基本的一些 比如說圖學啊敘事啊 或者是施工這種專業的設計規劃 城市的規劃都算是 還有就是實務跟實習 我這個主持這個直播節目也長知識了 我都今天才知道說原來建築系長此以往 在台灣就分兩個 這就有點像那個碩士的取得 有這個歐洲的學制的 跟美國的學制的 所以說很多人到英國去念碩士 只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把碩士拿到手 又節省學費又節省生活費 要有節省時間 但拿的同樣都是學制 是一樣的 這個學制 所以四年就是選擇日系的 這種教育的學制 當然現在已經不再是這個樣子 不再是這個樣子 早期之所以分開 是這樣日式跟美式 但我比較好奇是 四年跟五年出來的職涯規劃上面 或者是起薪有落差嗎 就是什麼 我們先談一下 為什麼從四年制變成是一個 兩個學制進行的狀況 我們設立科系的時候 當時是四年制 那後來現在也走到四年制 五年制讓同學們來做選擇 這個分開的當初的原因 那因為我們常常從職業 從業人員這邊反應過來 四年的訓練裡面 對於實際進入職場的準備 是相對的比較少一些 特別是建築師的這個養成的工作 那我們的建築師執照的考試的方式 其實是最近十年 可能是處在一個變革的 這樣子的思考之下 所以曾經思考說 我們怎麼樣在學校的學習歷程裡面 可以接軌 就去強化建築設計的 這個部分的訓練這樣 那所以成大在當時呢 我們的思考是我們 我們還要走在政府的前面來 想想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在針對 建築設計的這一個領域上 希望能夠強化 同學在學校的學習 然後特別設計了一個 有半年的時間 讓同學可以直接到 實際的職場去實習 完全離開學校半年的想法 這個是四年制沒有的對不對 所以五年制多了一個 我們就把他 食物經驗的累積 就是五年制增強食物經驗部分的訓練 聽起來這個很好 那為什麼又還保留了四年制呢 那就乾脆就是改 全部大家都走五年好了 那這個保留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回頭也是剛才提到就是說 雖然我們是希望能夠培養好的建築師 可是營建的專業不見得每一個人 都需要是 去做那一圖師 哦 這就是提到說 他們未來的發展太多的途徑了 你有可能最後做的只是一個 譬如說藝術工作者 他可能不需要到實作的工作裡面了 建築設計這一個環節上 所以才會這樣來做保留 清楚 那像其實剛剛大家 你想到這個建築系 你都會想到一般刻板印象就是 就是建築設計師 所以大家想到的都是這樣子 很直覺的想到 可是其實剛剛教授有提到 其實你還是有很多的公職的選項 是可以來為民服務的 那其實大家想到 比如說有幾個是他們的推薦 比如像這個謝英俊建築師 他們就是獲得這個台灣傑出的建築師 還有各大獎項 那還有呢就是 你也可能是一些加入一些協會 去發展一下你的專長 那可能剛剛教授還有提到說 假設今天是公職 像比如說都發局 局長或是我們曾經的台北副市長 他都有這個建築學系的背景 所以好像不是只有 科板印象想到這麼直接就幾個選項而已 他還有很多多元性的質額發展 是嗎教授 我覺得科板印象就是我們來自媒體 比較容易獲得的 那大學既然作為一個專業訓練的養成的這樣子的一個單位的話 那建築系對應建築師是大家比較容易想像的 那我想要特別強調的就是說 建築師其實也不是只有一種 我常常在報章雜誌上或是看人家討論 就是好像建築師很令人討厭都是那種專門賺錢啊 或者在算計什麼樣事情的人 其實也不盡然 其實大部分的建築師是跟我們大眾一起工作的人 那我特別想提的就是說 建築的服務一般我們會容易聯想到的 是非常棒的那種大的建設 像剛才提到這個綠色魔法學校 或者是說我們像最近台灣有非常多的大型的建設 像音樂的場館啊等等 如果我們以台中大都會科技院為例的話 就是大家都會非常推崇設計這樣子的建築師 這種知名非常知名的那個建築師 那可是這樣的建築師人很少 人很少 非常稀有 日本的當代就是安肯忠雄 對 他在光影的這個利用上 我們一般的人出來擔任建築師 其實通常就不會是做 這種大家 可能就是從很一般你可能就是居家的 或者是說甚至像這個 我覺得這個就很蠻值得提到 就像剛剛教授講 他是深入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所以像大家知道就是台南的勞屋 還有一個勞屋心力的這個算是專案活動 他就希望從勞屋去做改善 保存他的原本的這個算傳統的樣子 可是又希望加入一些新的氣息進來 這我知道在金門也有 因為金門的那個敏市建築也都有六百年 然後現在也都是積極的入住一些我們建築師 然後去把它復工 他要造的員工法 還有那個當初如果是磨石子 他現在也要磨石子 我覺得那個相當都不容易 學校很難所有的東西都教給大家 但是我們盡量從我們知識的各個面向提供 那這也是剛才那個主持人有提到說 我們學習的項目科別很多 那剛才提到說建築師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注意到的就是他幫知名的 國家大的案子 或是什麼知名的建設公司來服務的 可是更多建築師其實服務我們一般大眾 甚至是跟著一般大眾一起進行 或者是去協助更有需要的人 因為更有需要的人有時候他們付不起設計 是是是是 面包像那種宏偉的大家 那種叫大家 剛才主持人提到的這個謝英俊建築師 他就是非常的 他從九二一大地震就開始投入 然後他在思考的重要的點是 就是我們怎麼樣用當地的材料 用當地的人 然後讓他們有能力為自己重新塑造家園 所以他的設計是非常特別的 他的設計是希望一般人可以跟著一起 來蓋房子 而不是只是交給好像專業的人才能蓋房子 一般普羅也可以參與是不是 對 像是說自己的家園自己來付出一分心力這樣子 是是是 剛剛教授提到這個謝英俊建築師 他還參與了後續投入這個四川的大地震 甚至南亞的海嘯 穆拉克風災等等的災火的重建 所以他在國際間也非常獲得認同 也有許多的獎項 他主推的就是協力造屋 對 讓一般的普羅受眾 都也能夠一起參與自己的家園自己建造 那他就是作為一個設計者 然後分工 然後讓所有人在他的能力範圍內都能夠參與 他需要考量這個材料是不是讓一般人就可以做這樣子 所以在設計上就會非常的不同 那同樣的這個想法其實是 在台灣現在有非常多的興銳建築師 這樣子的想法 或者是形成組織單位 那我就是加入一個年輕人號召的這個藝族協會 然後出發點就是醫師可以藝整 那建築師當然也應該要能夠藝族 藝族 建築的族 所以就可以跟一般的大眾有需求的人 然後一起來思考他們的需求 跟著他們一起做設計 那現在的社區營造啊等等 其實也都是在這樣子的想法之下 所以有許多建築專業的人 他是在這個層級 其實也是對我們社會有最直接的幫助 確實啊 不再讓建築遙不可及啊 然後又顛覆了說什麼 什麼事情交給專業的來 好像也不必 他把它切分細一點的話 其實有很多人就可以共同去參與到 而且參與的那種感覺很不一樣 對不對 你們家如果說 你會更有心的想要去工作啊 或是想要為自己進一份心 為你的家人進一份心 最後的目的當然就是希望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啊 包含說剛剛其實我也蠻好奇 剛剛教授有提到說 有一些公職的選擇 是不是也請教授幫我們補充一下 假設我今天從建築系畢業 那我有沒有一些公職的選擇 是大家比較不會一開始就想到的 但其實是蠻多多元的選擇的 非常多元 當然公職公務人員可能有時候要從基層做起 那我們在基層裡面呢 就會從我們一般縣市政府裡面 就會有所謂的這種建造管理 或是建築管理的單位 那他們是幫著大家 注意建築師或新房子在蓋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符合法規的安全的 那慢慢的往就是從基層 然後進一步的話 縣市政府的主要的首長管理 特別是管理建設部門的人 有很多也是建築背景的人 比方說台北市的前一任副市長 林詠卿先生 他是建築背景的人這樣子 那中央機關也會有 比方說管理我們的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委員會 裡面有非常多建築背景的專業人員 來一起支持 所以在公職方面呢 等於是透過服務大眾 然後跟著建築師從兩個面向 一起來保障我們有好的生活環境 這個選擇就蠻多的 但是我又更好奇 因為現在你知道大家都強調一個叫通才 所以其實建築系他是可以作為一個 算是基本的一個能力 但是他可以發展太多元了 甚至有些人他是當然是選擇最後是做工程 但是呢也有蠻多人是走向藝術啦 比如說有一些像成大建築系畢業的這個系友 他就是參與了這個市大運的開幕表演的編舞家 所以他其實也是這個謝傑華 謝傑華是建築系的系友 可是他卻走向了藝術對不對 是成大建築系畢業的 然後最後現在是編舞 後來到台北藝術大學 這樣子的例子多嗎教授 其實我會覺得恐怕有個四分之一左右的畢業生 會走向比較多元的發展 那當然在成大其實有蠻多人都一直留在建築相關的這個領域 那也有非常多的建築師 他到了他生涯的後半 他走向藝術的也有 所以說建築可以說是我們作為一個人 在未來發展上走的一個底蘊 對 是一個底蘊 我覺得您講得很好 是這樣子沒有錯 他們選的一些必修課程或選修課程 其實也是多少都有跟這個設計藝術有相關連 所以你說他走偏嗎好像也不完全是 當然 就像奇珍哥說 他如果是作為我們一個很深厚的一個發展基礎 基石的話 我覺得不必然說一定念建築一定要走向建築 實際的這個建築工作 不過我很好奇 李鴻學你作為一個大醫生 也不過就是剛剛高三畢業 一個高中的學生就已經想過未來想要做什麼而選建築 或者說你就會喜歡建築 我覺得因為如果不是經過簡教授這樣跟我們分享的話 其實建築對我們來說世界很遙遠的 對世界很遙遠的事 可能也沒有一個大概的架構 因為我們生活當中的歷程 看到建築都是交給專業的去 對不對 那你怎麼會去做這個選擇呢 小時候喜歡玩樂高積木啊 因為主要是因為就是我的父親他是建築師 所以在從小 佳節淵源是吧 對 就會接觸到一些關於建築方面的事情 對那在我高二的時候 我有做一個關於仿生建築方面的小論文 那在深入去了解建築的過程中 就發現他其實是還蠻切合我的興趣的 喔 是是 他有他的這個建築的DNA在申請 對啊 每天這樣子 但是因為李同學他是算是個人申請 入學的 不過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入學管道有大概三大類嘛 一個就是繁星推薦 那這邊呢 陳大的建築師有八個名額 然後呢 再來就是李同學他做的這個個人申請 就是申選入學啦 還有29個名額 那這幾個 那還剩多少是 還有一個最後是考試分發是19個名額 那他有一些加權 然後我們是不是也請教授或是李同學來幫我們 介紹一下 比如說假設我先 我們申選的部分 對 針對申選的部分 李同學你當時在申選的時候 你有特別做什麼樣的準備嗎 是指在面試的部分嗎 對 面試的時候 或是你在備審資料的時候 你知道你做了什麼樣子的準備 因為其實像麒麟哥講的 你就是一個高中生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準備這個 我好好奇啊 你的作品集啊 從哪裡去升出這個作品 因為其實我的作品集他 我是把它分成設計的作品跟繪畫的作品 對 那在設計的作品的部分 通常就是跟父親討論過程中去做的設計 那在有幾個設計之後 甚至把它做成的模型 對 那其實在做模型的過程中 是比較貼近於建築系的 因為可能你在花了一整天十個小時 都可能還做不出來失敗的體驗 對 那在關於繪畫部分的作品 我是去畫是去學的 那我有 我是去學素描類方面的 對 那在家裡有自己自學速寫的部分 就是可能速寫建築物街景速寫 對 OK 這些都是 那簡老師我很好奇啊 就是那個建築系的同學 現在又還有這個電腦製圖了 繪畫這件事情是他們本身的本質學能嗎 應該都要有一定的底子 沒有底子其實也還OK啦 也OK吧 繪畫的重點是回到觀察的這件事 就是其實我們看見 看見什麼 然後怎麼把我們看見的呈現出來 那繪畫是一種方式 那當然我們比較習慣說用說的 可是因為設計類其實很重要 是要透過語言以外的其他方式的表達 所以用手拿筆畫 就變成是一個很自然的方式來看說 同學是不是有這個部分相對的傾向 因為當然有一些同學可能對於 畫的這件事情相對是比較害怕 比較不敢 或者從小沒有涉獵啊 對 我覺得比較難像比如說李同學 他是因為他家裡爸爸就是有這樣的資源 他可以利用 不過假設我今天是一個完全白紙一張 我也沒有人可以詢問或是參考 甚至我也不知道怎麼樣去準備這個作品集 教授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建議 假設我今天是考生 我真的沒有頭緒怎麼辦 那我們的個人申請的入學還是分兩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部分還是有跟透過成績篩選來進行的 那在篩選過後我們會安排來面試 那成大的面試的安排的形式比較特別 就是說雖然有備審資料 但是這個備審資料其實是參考的 所以這個備審資料是老師拿來問 加分的 老師拿來問同學的一個根源 對參考的資料 當然我們會希望跟著每個同學不一樣的特質 來問進一步理解 那面試的半天會是一個簡單的考試 筆試 然後問題會有點抽象 有點像是做設計 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考試 那這個考試的內容呢 回答的方式也會變成口試的時候 初題的延伸 初題的延伸 所謂的鎖本 喔原來是這樣 那我順著這個Olivia所問的 如果我是一個高三生 然後我是因為今天看到這個直播 我想要來 好像啟迪了我 我覺得念建築應該蠻不錯的 而且我成績也達到了 像對於這麼臨時起義的同學 他本來高三他也沒有什麼方向目標 看了直播覺得 那我來選讀建築 那像這樣的同學他在備審也好 或是未來的口試也好 他應該怎麼能夠 豎成的能夠拿出一些東西出來呢 OK 備審資料的準備裡面呢 當然我們有希望同學能夠談自己 然後能夠透過 剛才也提到就是用不同的每一台的形式 因為你既然對建築有興趣 應該是對我們的環境也會關心的 那對於環境的關心的觀察裡面 你曾經想過什麼事做了什麼事 可以也許在高中的時候就已經寫過小報告 或者是說因為觀察很有感覺的話 那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然後透過照片的安排 那像手機其實蠻方便的 透過照片的安排來呈現一些 你對我們環境關心的主題 那這都會是好的資料 能夠提供給我們審查的老師來理解 你對於建築或者是相關的面向的 那個你的個人的理解觀察 那在面試的當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做自己 做自己 就對自己有信心 能夠談的就談 不能談的也可以反過來變成一個問題 去救教老師對不對 不要硬答 有的同學好像覺得說答不出來很尷尬 然後會被刷掉就硬答 然後答又答非所問 反而還不如就是請教一下對不對 也許可以問問這個宴山 宴山有什麼樣的口試的時候的經驗 而且你有印象嗎 因為這個簡教授當然不好說 我們會出什麼樣什麼樣的題目 但你可以說 比如說你面對到的是什麼樣的題目 然後這個題目是你曾經在 剛剛講到好像第二階段還有一個比試 以成大建築來說的話 你是不是在這裡頭曾經寫過了什麼 後來成為你面試的時候的一個問題 那那個在面試的時候 它是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關於比較像是自我介紹的那一部分 那問的問題都比較的活潑一點 就是可能其實你平常準備是不太會準備得到 因為我記得我那個時候他有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可能你高中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這沒有關係嘛 但是就可能考驗你的臨經意變能力 觀察力 然後在另外一個面試是關於早上的快速設計 就是那個筆試 那可能你去介紹一下為什麼你要畫這些東西 對以及說你出了自己的你還喜歡誰的作品 那如果你還有時間的話 那你會在哪些部分做一個改強 做一個更改 是是是 所以等於是說考驗你平常有沒有在關注這些 跟建築有關係 然後在你生活中出現的東西 對 可是假設啦 因為像李同學他的志願很明顯 然後家裡也有這樣的資源可以利用 那假設如果今天是像我們第三個途徑 他是考試分發的話 那因為李同學你那時候應該是因為你就是分數已經OK了 然後你又有興趣備審資料 但如果我今天真的是到了最後我是考試分發 對他有沒有一些像教授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 因為他其實只要念國文英文樹甲跟物理化學 這五顆 然後有一些加權 這樣子的名額入學的也也蠻多同學的 那他們在準備上面其實會不會相對也比較輕鬆一點點嗎 應該也是吧 對 也不用準備太多的廢層資料了 因為建築系在學校後續的養成裡面 剛才我們也提到他有非常人文藝術面向的 然後他也有工程面向的 畢竟我們要解決人的這個居住的問題的時候是需要工程的 所以我們在基本的要求上 會希望數學 而且是數學獎這樣子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比較理工類的數學 那國文英文的這件事情是回到溝通 就是我們要理解別人的需求 我們要能夠跟別人溝通我們的想法 所以這是基本的這個表達的能力 那我們覺得大家只要有這些基本的養成 那到學校來應該都可以訓練成為好的建築的人才 剛剛那個燕山同學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在口試的時候會講到過去的一些經驗 那簡教授也提到說 你對於一些事物的觀察 如果說我一個高山一個白紙 然後我對於我的前程設計也沒有什麼想法 但也是因為看了直播 然後我想要進到這個 我們成大建築 那我在口試的時候 問到我過往的這些經驗的時候 我可以去講說 我看過安藤忠雄的一個建築物 就在這個真龍殿的19樓上頭 一進大廳 因為它是一個生命會館 一進大廳它有九根柱子 然後上面用那個橫格林做的這個屋頂 然後後來我從旁邊這樣看過去 它竟然投射在地上是一朵蓮花 這算不算是我很精細的觀察 如果可以像主持人講的這麼細的描述的話 那肯定是一個很好的觀察 對 我提供給大家 我們所謂的觀察 更具象的描述就是我剛剛說的這樣 要能夠講成這樣子 假設如果像我是假設很愛旅遊的人 我是不是也可以拿這個作為一個出發點 假設我去哪裡看到很棒的建築物 那我真的比如說很喜歡 這樣子是不是也可以來做一個發展 很喜歡很抽象 所以我只說很喜歡的話就太熟了 要到底是怎麼了 這個主持人老師可能會問你為什麼喜歡 喜歡什麼部分 你到大三八 然後他到底讓你覺得怎麼樣 像我個人我就覺得說 裡頭有非常多傳教士的骨骼 讓我覺得他是一種終身的這個職業 在他過往了以後仍然還有人們 因為這樣而去紀念他 我就覺得說這就是我們從事建築人 他應該要追尋的人生終極的目標 我們要被後人所從進 而不是蓋完弄房子 然後說今天的這個建築的工法 頂多洞 洞比較百年而已 然後說這個房屋會倒什麼的 我們就講一些更有哲理的 老師也會 會不會也因此會喜歡上 我們這樣的一個特質 會有哲理的這件事 也許燕山可以講一下 在成大一個學期以來的一些經驗 對應到剛才主持人的 有想的有什麼樣的落差嗎 當你真的去念了這時候 因為我覺得建築它其實是蠻抽象的事情 那像是在我之前有涉獵過的資料中 我覺得它建築其實沒有這麼的 就是一定要是一個遮蔽物的一個場所 它可能只是記錄某一件事情 而做的一個 可能它不一定是為了要遮蔽的一個房子 就像是我自己蠻喜歡的馬丘比丘 那其實到現在它可能已經失去了住的功能 但是我覺得它保留當時的歷史 就是告訴我們那個時候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它是非常的 就是它在我心目中它是一個很棒的建築 對 其實有的時候不見得一定那麼講究功法 甚至於好像現在也開始慢慢反普歸真 搞什麼清水魔 這不是看起來很簡單的一件事情嗎 但是當然那又不一樣 他的那個施工 他還是 我跟你講我看那個安全中協 我有些事情真的也是覺得他非常計較的一個人 他跟那個牆壁接縫處 他留一個 留一定的這個比例啊 阿蘇比啊 他說是因為會熱到冷縮 是的 我們以前也不了解 我們在人行道上常常會看那個磚排排中間突然有一個比較寬的 那個也是 都是為了做這個 有一點點空間的 這個是建築就比較偏向工程材料的部分了 對於 比較偏工程材料科學的 部分的研究 那有一些人 就是有一些建築系的畢業生 往後會往這個很偏工程的部分 來發展 那我自己覺得 建築系的訓練 剛才提到 他其實 很適合來作為一個 公民 現代公民的 同才 的基礎 當然建築系很辛苦 因為 設計 是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通常這是大家最掙扎的地方 你要再去摸索對不對 但是人生也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 選擇建築系的話 就會發現你比其他的同學 更早 可以理解到 人生的許多 處理事情 真的 你看那個 北京中央電台 那也有人說認為那是大褲衩 對不對 就是一條大內褲 但是也有人認為說 那個造型他怎麼 可以這樣子結合的 這個 管到這個利弊利止 有時候也是蠻主觀的 對不對 但我今天剛好趁著這個 剪教授跟李同學來到現場 我最後 再問一下他們 就是假設教授我現在有要參加面試 或者是我要來分發 我怎麼知道我自己適合建築系 我要怎麼樣想說 我會不會在這個建築系有好的表現 我會喜歡嗎 我要怎麼判斷 那面試上面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 OK 我現在 在高中有許多輔導同學去了解自己性向的 做探索的 的探索 我覺得其實是很有用的 那 然後但是 即便是在這個探索的過程裡面有時候你覺得很適合 可是都會可能發生說你到了念建築的時候 其實是覺得 真的接觸之後覺得不適合 但我覺得大家可以勇敢的做一個選擇 然後 因為 人生不怕錯 就怕你錯了沒有機會改 所以在年輕的時候 做適當的選擇 那 如果真的發現錯了 接觸以後隨時調整 就可以調整 隨時調整 我們現在的制度也都很開放 轉系 對 而且就算不轉系 我覺得這個選讀也是一種 選擇 或許你雙修 現在學校那麼多資源 那李同學是不是最後跟我們分享 身為一個 李同學 李同學 還有 還有一件事還沒公布 他到底要選四年制還是五年制 然後思考又是什麼 你要怎麼選擇呢 我應該還是五年制為主 因為我覺得既然我 實務經驗很重要 選到了 就是建築系 那我覺得還是要把 設計的這件事情 學到一個 好 是 那你最後跟你 即將要成為你學弟妹的 線上的同學 是不是也來 幫他們喊話一下 來加入這個建築系 好 就是成那建築系 很溫馨很好玩的 就是希望你們也都可以 一起來玩 對 我最後補充一個 剛剛問到簡教授 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這個他們學校的男女比例是 1比1 有這麼多女生啊 成大建築系 這是我們成大建築系的特色 假設你現在是女同學 然後你也在有點猶豫 不曉得未來要走什麼 或許成大建築系也是一個 很棒的選擇 對我們很多都刻板印象 什麼念電機 都不算是男生 其實有 現在也越來越多女生 加入這個行列 所以建築同樣也是 好不好 今天非常感謝 簡教授還有我們的李同學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那也希望 就是如果線上的朋友 你還在猶豫的或是家長 也可以跟你的 小孩來討論一下 其實成大建築真的是也是一個 蠻好的選擇 在台灣也蠻多的發展 對更重要的是如果對於學類學群 還有一些不了解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大學網 我們的落點分析 都能夠提供大家服務 我們落點分析就引導大家 最後進到大學網裡頭來 全國160幾所大學 包括各校 各系 那些特色 都給我們做詳細的介紹 一站式的服務 就不用大家到處去 去跑去這邊 看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就可以找到 所有大家需要的資料 好感謝你的收看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進行到這個地方 更多 學群學類 還有備審資料 應該準備哪一些 以及 學生在選讀 這些科系之後 他的發展出入 都在我們的 落點分析 將在手冊的直播當中 持續鎖定 感謝收看 再會 拜拜 好謝謝 謝謝景教授